80岁高龄的张子诚和电影打了一辈子交道 他收藏了6000多张电影海报 各个时期的应有尽有 小兵张嘎、大渡河、地道战等红色电影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月21日下午 记者在河北省石家庄见到了张子诚 走进他家的地下室看到 张子诚把所有的海报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他按照影片的名字的首字母和字数给海报进行分类 张子诚说他收藏电影海报将近50年 年轻时他曾在秦皇岛昌立县从事电影放映工作 随着保存下来的海报越来越多 张子诚就想着把它们按照主题进行分类 这些年他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做了很多次展览 今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张子诚以祖国颂歌为主题 在各地巡回展出 第一部分是岁月如歌 都是写的是新中国城里以后出现的英雄 第四部分是家乡赞歌 在家乡当中我们有哪些更多的事迹 在新中国城里以后 80岁高龄的张子诚在海报展览中 坚持亲自为观众做讲解 在他看来 仅仅把海报展出去 观众一看 这片子看过 那个片子没看过 也就一走而过了 张子诚通过讲解 把电影海报穿成一个完整的历史 完整的事件 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海报 看到电影的发展史 通过不同的主题 对电影有更多的认识 我一辈子搞电影 我能够在有生之年 能够给电影做点工作 能够做正能量发挥点作用 我就是最大的幸福